大家好 今日是3月14日星期四 欢迎收听今日综述 我们首先看一下国际新闻 下面请听报道 就在法国表态支持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受补贴做调查后 中共商务部在昨天3月12日宣布 计划会选择马迪利公司和人头马公司作为对欧盟进口白兰地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的样本企业 外界认为中共是在拿法国开刀 与此同时 马克龙在今天会向全国发表紧急讲话 似乎北约有随时开战的可能 路透社在13日报道说 近期欧盟方面已经对从中国进口的新能源汽车和生物柴油展开了调查 而中共商务部是在1月份发起了反倾销调查 中共选择马迪利 薛尼士 人头马白兰地这些法国奢侈酒品作为反倾销调查的一部分 这个举动似乎是针对法国 法国占了欧盟白兰地出口总量的99.8% 法国国家干议行业协会表示 法国的产品和商业惯例完全符合中国和国际法规 而中共有针对性的调查是北京和布鲁塞尔之间的一系列贸易争端之一 双方互相指责不公平贸易和保护主义 显示中法贸易战已经开打 与此同时 法国在俄乌战争的态度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马克龙近期提出多国自愿向乌克兰派兵的提议 而马克龙今天13日将就乌克兰战争向法国国民发表紧急讲话 而早些时候 就在紧急讲话前 法国议会已经批准了马克龙对乌克兰的战略 并支持马克龙和泽伦斯基签署双边安全协议 这似乎更加坐实了法国即将派兵到乌克兰去 而继法国马克龙 波兰外长希克尔斯基之后 捷克最高领导层也给了北约军队进驻乌克兰的绿灯 昨天12日 有消息说 德国的600枚金球座导弹已经全部备占 目前有一半可以使用 与此同时 波兰正在购买大量不同射程的美国导弹 还有军应直升飞机 12日 拜登在白宫会见了波兰总统杜达和波兰总理 美国准备向波兰出售价值120亿美元的武器 其中包括821枚射程达到1000公里的导弹 还有745枚中程导弹 似乎这都显示了北约已经做好和俄罗斯开战的准备 欧盟国家在13日决定再向乌克兰军援50亿欧元 这笔款项是来自欧洲和平机制基金 由欧盟管理 希望能及时协助基辅强化前线的战力 提供支援 另外 普京才发出警告可能动用核武 乌克兰就深入打击了俄罗斯的三座炼油厂 在两天内摧毁了俄罗斯10%的炼油能力 据路透社的报道 经过几个月的讨论 欧盟27个成员国同意对欧洲和平机制基金进行全面改革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表示 这项基金的运作如同一项巨大的现金回馈计划 提供欧盟成员国向其他国家运送弹药的退款 欧洲和平机制基金的运作是向旗下的会员国提供军员补贴 在这之前 军工产业发达的法国 坚持基金补贴应该遵循购买来自欧洲的原则 只有在提供欧洲制造的军火援助的情况下 才能获得款项补助 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规模最大的德国 也对于这个基金的运作有自己的坚持 德国当局表示 补助的计算应该把每个国家的军员 和这个国家的财政规模比例也列进去 让援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侵略的国家 获得比较公平的补贴 捷克计划从欧洲以外的国家 购买几十万枚急需的炮弹 据外交官们表示 各方达成妥协之后 将使欧洲和平机制 也能够为这项计划提供资金 据欧盟表示 欧洲和平机制已经拨款 大约61亿欧元援助乌克兰 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表示 这个有力而且及时的决定 展现了欧洲团结和实现共同胜利的决心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13号威胁说 俄罗斯已经在技术上做好了核战争的准备 呼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要轻举妄动 而就在同一天 乌克兰再利用无人机伸入俄罗斯境内 对四座主要的炼油厂进行猛烈的轰炸 挑动俄罗斯总统大选前的敏感神经 这也是乌克兰连续第二天发动无人机攻击 消息人士透露 这三座都是俄罗斯最大的几座炼油厂 同时俄罗斯南部接近乌克兰的顿河畔 罗斯托夫州也有一座炼油厂遭到了打击 路透社报道说 乌克兰在两天内摧毁了俄罗斯10%的炼油能力 乌克兰国防部消息人士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乌军正在执行一项周全的计划 以削弱俄罗斯的经济能力 我们的目标是夺走敌人的资源 切断他们用来支援战争的石油和燃料的资金来源 俄国电油厂遭到攻击的消息传出之后 国际油价大涨超过2% 布兰特原油期货13号盘中上涨了2.4% 爆每桶83.87美元 另一方面美国白宫在13号 针对普京的最新核威胁言论表示 美国没有看到俄罗斯准备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器的迹象 美国众议院3月13号以压倒性优势 通过了一项关于应用程序TikTok的法案 迫使TikTok在法案生效后5个月内 从母公司字节跳动中剥离出来 否则TikTok将在美国被禁止 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表示 TikTok由一家中国公司所控制 听命于中国共产党 上亿美国人的数据可能被泄露 也可能进一步影响美国国家安全 拜登已表示 如果法案提交 他会签字 TikTok在美国的命运近期成为舆论焦点 对此希望之声记者3月14号采访了中国民主党主席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博士王君涛 在中国话题中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那样两党两院朝野还有专家和民意 白宫和国会在很多上都是高度一致 所以TikTok这事呢 其实也是这样的 美国各界对它已经非常警惕 如果参议院就是在美国投票时 如果参议院和中院不一样的话 往往是在一些细节上 会有些修正 让两院如果在共同工作 拿出一个比较平衡的方案 王君涛认为面对美国两党的持续怀疑 中共政府应将TikTok分拆为一家独立的美国公司 否则TikTok在美国将面临最严峻的生存危机 如果TikTok能够确实切断它和中国的联系 那么它一过去还能获得一个生机 这就要看它了 但是它现在能不能做到这点 这是很大的问题 美国提出来说你仍然没有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你没有对新疆 西藏和香港方面的一些内容 完全取消审查 第二个 你没有能够证明你不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但这种东西美国是很容易把它复制出来 美国也不是没有这样的平台 只是抖音这个平台 他们已经习惯了罢了 王君涛认为 美国为了维护世界的秩序 不会与中国脱钩 倒是中共党会习近平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 把自己围在异图围墙内 习近平现在想 采取了很多努力 这么安全措施 编统措施 还有各种各样的证查 实际上他在建构地图无形的下 阻止中国和美国进行交流 他实际上就是希望呢 把这种交流 保存在一个对自己有利的 单向的 脱异的 但是对美国来说 美国在历史上呢 他从来不怕 他认为一个国家和和平交流 都会独裁和专制国家 更怕 他在人民呢 和美国能够进行交流 所以往往是专制独裁国家 闭关 而美国呢 主要开放 这些国家 是他们害怕 我们的国家 这种交流 所以我觉得 在美国的地方 可能中国美国 必须会采取掉 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 非真拍响的采访报道 在3月13号 两架中共的战略轰炸机 和一架海上侦察机 在有争议的水域上空 进行远程飞行 日本防卫省表示 日本军方采取了行动 派出了战斗机将他们拦截 阻止共军的空欲侵犯 这次日中的较量 也受到了美国方面的密切关注 据日本自卫队联合参谋部 发布的一份地图 中共这两架可以携带核弹头的 轰-6轰炸机 在没有战斗机护航的情况下 从东海经过宫谷海峡 飞向西太平洋 美国新闻周刊的报道 重现了这次的飞行路线 攻击是从第一岛链出发 途经这条战略水道 而这条战略水道 是位于日本西南部的 宫谷岛和冲绳岛之间 这片重兵把守的领域 将在战争时期充当咽喉耀道 日本军方的报告表示 这两架轰炸机是由一架 中共海军的 运9电子情报飞机陪同 这架间谍飞机通过 机头下方的雷达照 在照片当中可以识别出来 它在飞行同一条航线时 可能会扫描海洋 日本联合参谋部表示 当运9电子情报飞机 和轰-6轰炸机 在太平洋上空盘旋时 另一架疑似也是中共的无人机 也在同一空域飞行 在9日和10日 当一架中共的空前200海上巡逻机 以类似的方式飞入西太平洋上空时 日本航空自卫队的战斗机也紧急起飞 西太平洋上空是美国和日本海军 经常举行军事演习的海域 迄今为止 中共国防部对这次的日中对峙 没有发出任何表态 新闻周刊表示 近年来共军增加了战斗巡逻的频率 而这种力量的投射 也向美国和地区盟友等潜在的对手 发出了尖锐的政治信号 美国国防新闻最新报导表示 美国陆战队最新的建军计划 已经提出42亿美元 在2025财年采购8套陆射型战斧巡逸导弹系统 在未来5个财年内 会分批采购46套战斧系统 编入第11陆战团 在去年7月份成立的战斧导弹营 还有海军打击导弹 以及升级地空任务取向雷达 未来将部署到驻日本的美军基地 作为陆基长城反舰导弹 机动中程导弹 强化远距离打击能力 加强维护印太区域的稳定 另外 今日又报道说 日本和美国正在考虑 允许美国海军军舰 在日本私人的造船厂进行大规模维修 而无需回国 使美国军舰能够在日本水域停留的时间更长 这令中共和朝鲜都非常紧张 说这是加速美日战争机器的绑定 同时 美国已经启动与台湾的重大军事合作 美国军事顾问已经开始常驻金门 与澎湖的两栖指挥中心 他们的任务涉及和台湾的精锐部队定期进行训练演习 美国的军事新闻网站索弗雷浦报道表示 这项计划是美台军事关系的里程碑 而这项合作值得令人注意的是 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协助训练台湾陆军 使用黑色大黄蜂微型无人机 这是一款微型无人机飞行载具 台湾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 已经提议遵循军售的管道 直接从美国采购这款微型无人机 美国国防授权法准备部署美国相关人员 到台湾的架构 将有越来越多的美国特种作战部队 联络组人员驻扎台湾 并计划派驻美国第一特种部队群的有关小组 据了解 这些小组包括三名美国陆军特种部队 绿色贝雷帽人员 肩负着在台湾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 两栖侦察营与高空特种勤务中队基地 进行联合训练的任务以及助训观察员等等 我们再来看一下两岸新闻 下面请听报道 美国政府正在敦促荷兰 德国 韩国和日本 进一步收紧对中共取得半导体技术的限制 近日中共的79号文件也遭到了曝光 显示出美中的科技对抗 正在升级为全球对抗中共 而且直击要害 向中共切断高端芯片来源 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中共在2022年9月份发起删除美国的行动 代号是79号的文件 要求中共国企每个季度都要报告他们 以中国的技术取代美国和西方技术的进展 金融时报12号报道说 全球领先的韩国存储芯片制造商 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 已经停止销售二手的芯片制造设备 因为担心这些设备可能会流向中国和俄罗斯 从而违反美国对华出口管制 以及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 之前美国和盟友已经对中国 就10到14纳米以下的尖端半导体制造设备 实施了全面的出口管制 目前美国要求把出口管制措施 扩大到半导体的部分制造设备 鲁问的微电子研究中心 伊美克拥有世界领先的芯片技术 并在欧洲微芯片领域 占据着关键的主导地位 《政客》杂志获得的消息显示 伊美克已经大幅减少了 与中国的合作伙伴的关系 并将继续逐步取消对中国的支持 在美国的压力下 欧洲各国政府也正在密切审查 他们的芯片公司与中共的联系 埃斯摩尔是全球少数先进的 微芯片光刻机供应商之一 美国认为这家公司是切断中共 获得先进微芯片的完美下手点 在去年的时候 美国向荷兰施压要求针对 埃斯摩尔对华出口实施严格的限制 据路透社的报道 埃斯摩尔在全球拥有4.2万名的员工 其中一半是在荷兰 而在荷兰的埃斯摩尔员工当中 有超过40%的人不是荷兰人 去年6月份 埃斯摩尔签署了一项协议 将在比利时鲁问与伊美克合作 建造一条采用最先进技术的试点生产线 但埃斯摩尔可能需要获得欧盟和美国的支持 这种情况也有可能影响到埃斯摩尔与中国的合作交易 迫使埃斯摩尔更多的加入到全球对中共的断心联盟当中 最近在X平台上有人爆料说 索尼爱立信将裁撤上海办公室的全部员工 这是国际巨头撤离中国的右翼案例 在12日大陆的媒体记者在上海的爱立信大楼实地考察之后发现 目前爱立信上海办公室仍在正常的运营 还不时的有人员出入 但裁员的消息也并不是无中生有 现场的一位爱立信的员工告诉记者 他得知裁员的消息也非常突然 这名员工说 在3月7日当天我们参加了一个线上会议 当天的会议人数规模是在1000人左右 一位外国的领导说爱立信的核心业务网部门将进行裁员 会议的时长是在30分钟左右 会上也有员工陆续问了裁员的原因 时间还有规模等等 但这个领导都表示暂时还不明确 截止到今天 人力资源部门也没有找我们谈话沟通赔偿方案 大家也还在正常的上班 但都是一头雾水 据说这次爱立信裁员的重灾区集中在核心网事业部 而目前上海办公室所在的爱立信十层大楼内的研发人员 基本都是属于这个部门 人员的规模在1000人左右 而根据爱立信大楼内的一名物业人员的说法 爱立信上海部门全部裁撤的可能性似乎不大 他说去年年底的时候 爱立信办公室还运来了一大批的办公设备进行替换 感觉是要在这里长期发展的意思 针对裁员问题 爱立信方面对媒体回应表示 爱立信正在全球范围内丰富研发团队 以更加贴近用户 同时提升软件设计的弹性与成本效率 会继续坚守对中国用户的承诺 不会退出中国市场 目前爱立信在中国市场的云服务 以及无限业务仍在正常运作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于12日突然低调访问香港 对此 前北京律师 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表示 23条立法紧锣密鼓要通过 表明中共和港府是铁了心跟香港人民为敌 让中共专制的铁蹄踏上香港这块土地 利奥学者李元华也表示 23条立法通过后 美国也一定会改变对香港的优惠政策 香港将进一步沦陷 基本法23条草案 立法会法案委员会用了39个小时 于13日下午便火速完成审议 共181条条文并提交修正案 委员会将于14日早上9时讨论 就在香港立法会紧锣密鼓的完成审议 基本法23条草案之际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 于12日突然低调访问香港两天 出席外国记者会的闭门会议 林事馆发言人说 这只是内政讨论 没有透露出席名单以及讨论的内容 对此李元华认为 他实际上要比较强烈地去反映美国的这种政策 要传递到中共要知道 他肯定也会亲自去调研 去了解一些更实际的东西 可能之后的美国政府要给对华 包括对港这些商人 包括美国的对香港政策都要变 因为既然你想把香港大陆化 那么美国一定要把对香港的政策也是大陆化的 因为过去一国两制 美国对于香港和中国大陆是两套机制 两种做法 既然你想它一体化 那美国一定也要一体化 不可能说这边你是搞专制集权 那边还给你输送这种自由社会的血液 去供养这种专制集权 香港可能就是沦落会更快一些 赖近平也表示 伯恩斯访问香港 有征询调研美国个人 及美国公司机构的想法的意思 为下一步美国制定对港政策服务 他在这个关口去香港 也是表明一个姿态 希望香港在最后关头 能够对香港人民网开一面 这个23条立法的时候 能够稍微留点余地 不要做得太绝 但是这个无行无声归欠 建议也不太可能产生什么实际效果 香港政府仗着中共在后面撑腰 它不太可能去理会这样的一些意见和看法 它是要一条道走到黑 所以也不会有什么太多的实际意义 联合国反恐与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 苏尔本13号表示 国安法的部分控罪因范围过于宽泛 令人质疑其合法性 和对新闻自由等基本的影响 他鼓励港府改善23条立法的相关立法 对此 赖建平对新网之声表示 香港关于23条的立法 包括五个方面 叛国分裂国家 煽动叛乱 颠覆中央政权 确取国家机密 那么香港的立法会 对中共中央政 对习近平的专制意志 言听计从 共产党就完成了它所有的补丁 那么香港就不再会有任何的自由民主 整个香港的繁荣 香港作为一个自由港的一野将终结 如果23条的立法通过以后 那就是棺材板上定了最后一个钉了 中共已经铁拉心 香港这些港间也已经铁拉心 要跟香港人民为敌 要把这个共产党的专制的铁蹄 踏上香港这块土地 所以这个就是这一次立法的一个本质 以上是本台记者王修的参访报道 多谢您收听这次的今日中述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